大家好,我小猪,这里是湖北的武当山 今天和几个朋友准备从武当山山脚下徒步爬到金顶上面去 正前方是可以坐锁道上去的 我们几个人约着从这边徒步爬上去 看需要多长时间 这边的话是徒步上金顶的一个起点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据说有八千个台阶 等一下看一下走上去需要多长时间 看到没有,徒步上金顶 顺着这个台阶一直往上走 现在的话我们走了半山摇了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走了三分之一的漏城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楼梯非常的陡 真的是太难了,走得太辛苦了 双腿都疼 现在是走了差不多三个多小时 还没有到金顶 朋友们看一下整个山顶的一个风景 特别的美 真的是云雾缭绕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上那个金顶的话估计还要差不多半个多小时 这边的话是一炷青天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 看到没有,金顶在这个山上面 差不多还要半个多小时才可以上去的 现在已经爬了三个多小时了 哇塞,真的是好累 这边的话是有人在这边上乡的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然后从这边的话继续上那个金顶上面往上爬 非常的高 据说到那个金顶上面的话 海拔的话是1612米 这边有一个转运店 朋友们如果来这边的话可以上去看一下 今天来这边的人不是很多 不过说实话这个时间这个温度也特别的舒服 不冷不热的 如果朋友们有时间可以到这边来玩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人不多 可能是我们今天来的早的原因 不过现在的话也是中午的时间了 我们是差不多9点多钟开始爬的 现在已经是12点多了 不得不佩服古代人们的这个智慧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房子 建的真的是非常的微妙微笑 我们现在继续的往上爬 还没有到这个金顶 刚刚站在那个红旗的位置 朋友们看一下 又上了好高 哇塞真的是一栏中山小 看到没有 云雾缭绕的 非常的美 这个风景非常的好 上面的话 比下面温度要低一些 上面特别凉快 刚刚在下面爬的时候非常的热 上来的话非常凉快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风景真的好漂亮的 如果朋友们来这边玩的话 如果说年纪比较大的话 建议做一个索道 如果说爬的话真的是非常辛苦 差不多要爬四个小时 非常的辛苦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这个金顶上面来了 总共用了四个小时的时间 才爬上来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金顶这边的人也不是很多 这就是武当山的金顶 据说那个房子顶是金的 不知道真的假的 有没有朋友们知道 欢迎在评论给我留言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有人在这边朝拜 武当山的金顶 一般只是大越太和宫 大越太和宫 建在这个中风烘托 直插云霄的 就是武当最高峰的 一天助风的绝顶处 1612米 巅峰决定 就是武当山的金顶处